花蓮縣體育會今年第一場親子健走活動 2023吉安山海群親子健走悠遊行 8號下午是在南濱太平洋公園舉行 除了提倡運動和健康生活 也期盼透過親子活動來體驗花蓮豐富的自然風光 花蓮縣體育會今年第一場親子健走活動 2023花蓮吉安山海群親子健走悠遊行 8日下午與花蓮南濱太平洋公園舉辦 健走路線由公園出發 沿著南濱關海自行車道 正由花蓮海灘至阿密斯海濟廣場後折返 全程約5公里 今天的樂活的這個健走 從花蓮市走到吉安再走回來 也象征我們四幸的大生活圈的一個幸福快樂 所以在這裡天天出來走一走會更健康 那現在花蓮縣政府還在推的一個是 我們的20個最美的步道 還有花蓮在小百月裡面有七座小百月在花蓮 我們更希望青山青雪走花東縱谷發現花蓮的這個這個鑽石珍珠 然後我們把它串起來在這裡祝福大家健康快樂 玩的開心走的健康跟大家手牽手一起向前走 除了健走還有草地滑步車競速賽等 以及南濱迎春市集和攤位宣導 還有各項運動體驗以及熱鬧的表演 期盼在4月連假後的週末 鼓勵家長注重幼兒運動和陪伴成長 遠離3C用品 藉由戶外運動 促進親子情感交流與互動 共享親子時光 藉由戶外運動 藉由戶外運動